真言二十二章二十四二十五节 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 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 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 自己就陷在网络里 圣经上告诉我们 有几种人不可与他结交 第一,往来传舌的泄露密室 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 二,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 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 三,好饮酒的,好吃肉的 不要与他们来往 四,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 真言十八章二十四节说 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 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 这位志好的朋友 就是耶稣基督